Hello 大家好 今天Jacky帶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講到大橋新開的口岸天地的購物櫃 究竟是怎樣的 因為早前已經開業了 今天Jacky帶大家看看平日 而且現在過了開業的熱度 究竟是怎樣的商場 以及情況是怎樣的 我也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我們在港洲這邊坐車 從香港出回來珠海這裡 我們在二樓的這個位置 叫Z07出口一出來 其實面對著外邊的右手邊 我們直行過去就是這個口岸天地商場 或者我們帶大家看一下這個位置 究竟是怎樣行 以及這個商場其實有兩層 一個就是二樓 你們在香港出來的那一層 一個就是三樓 是大家從珠海回香港出關的那一層 我們再看看這個購物櫃究竟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行到過來最右手邊 我們看到現在我們在二樓這個位置 其實在這個牌就很清晰了 我們進來珠海這個關口出來之後 然後在二樓最右手邊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口岸天地的商場的入口位了 其實我們看到搜扶梯樺可以上三樓 很直接地搜扶梯上去 然後除了二、三樓梳邊摩之外 其實在一樓和負一樓 我們都可以用到的 一樓就是我們打的士 以及一些巴士公交車的出行線路 全部都在一樓這裡坐 亦或者是我們平時坐在中港車 我們轉乘都是一樓轉乘的 然後負一樓就是我們平時的地下停車場 這個關口和這個關口的口岸天地商場 現在是這樣 我們如果是港車北上的話 上到來踏在地下停車場 其實是有三個小時的免費時間 都比較長的 然後如果我們平時乘搭滴滴 要出行出珠海或者出任何的地方 我們叫我們叫滴滴滴 或者叫一些網約車 然後它就在這個負一樓上下客 一般在這裡是負一樓上客 然後如果是回香港或上方送客平台 你叫滴滴就直接下車進去過關 然後我們現在先來看了這個二樓的位置 我看到二樓其實會比較少商業 但我們都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這個二樓的話 其實二樓的面積很大 但店鋪、有食肆和茶飲店 其實都有 還有一些澳門的一些手信店 可以說是 然後它有一個位置 就是這個叫港珠大橋遊旅行檢查廳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平時好像在香港一些 維港的一些郵輪的觀光 類似這些東西 那港珠大橋也都有它的郵輪觀光的 因為今天其實是打颱風的日子 所以的話我見到它出了公事 是暫停了這個港珠大橋遊的 今天 平時我見到很多一些可能宣傳片 或者是見到一些時候 就會比較多旅行團在這裡排隊去參觀的 有些外地的過來 當然我們如果是平時住在這一邊的話 港珠大橋也經常行 也不用特意坐郵輪 但是對於旅客來說 這個是其中一個 他們過來珠海 或者往香港出發 經這個港珠大橋的一個景點 所以的話 這裡它是會聚集一些的人氣 或者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上三樓 看看三樓究竟是怎樣 聽說三樓是不止大一倍的 然後二樓上三樓 我們可以看到 它裡面的一個手扶梯 也是做一個彩虹形式 這個也增添一點的一個特色 然後上來三樓 其實我們慢慢一上來 就會看到更加之多的食肆 但是的話 我看到的就是 會比較多一些輕餐飲的食肆 就是我們 可能吃一個茶餐廳 或者一些特色的小食為主 大的一些食肆 就會比較偏少一些 我要來吃 就可以吃 我們來到三樓這個位置 我們都看到遠路過來比較多的一些小食肆 我們如果不想說會比較多人一起吃 一兩個人隨便吃東西隨便吃 都會比較多這些選擇 然後三樓來到最多 會靠近這個口岸城的房屋 那邊有一個大隱酒家 這個酒家未開業 應該是裡面裝修 平時我們香港朋友 早點過來這個珠海這邊 或者晚上想吃飯再翻珠海 其實都可以一家大小的喝茶 或者吃飯 當然這個購物店的開業時間 跟平時外面那些差不多 還有每一個關口都有一個特色的免稅商場 所以這個商場雖然不會太大 但是其實除了戲院 其他購物店都有 其他購物店沒有的免稅商場 它亦都有 這個就是口岸的一個商場 而且據我所知 其實它不是說現在已經開了所有東西了 它現在只是開了一部分 就是會比較細型的購物店 給大家進行一個過關 去消費 去喝喝 去吃吃 停腳的一個位置 後續的話 其實後面還有一塊比較大的吉地 就是預留做一個超大的免稅購物店 還有一些 五星級酒店 還有一些寫字樓的位置 是圍在一起 更加具有大型的商業綜合體的一個元素和風格的 所以我們都很期待 如果這個口岸天地越來越旺的時候 它會不會加快後面那些工程的建設 進而讓我們享受到更多的東西 我們大家一起期待 我們現在再看回 如果我們下了去 我們在這個消費園 我們下了去撫一樓 我們怎樣去坐車出行 或者哪個位置是上下車 上一個網約車會方便一點 我們如果要在這個關口出行 我們叫這個滴滴 其實就要下來了 你按升降機便按B1負一樓 我們看到其實下來了 它會有些指示牌是接客上客區 這些就是我們說的網約車 叫滴滴這些 它就會在這些接客區等你 如果說多人多車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留意一下柱位 有D、D5、D6這些位置 D3或者是一些英文的區域 其實可以是跟師傅溝通的時候 是拍攝在哪個區 我們就去找它會方便一點 因為的話 這裡如果一旦多人的時候 就會比較塞車的 你想等一輛車 難過是你行過一輛車 短短那幾分鐘的 然後如果我們說在這裡消費的話 過來拍車這個停車場 其實會比較多位 一定會有位拍到 然後就是三個小時免費 足夠我們喝喝吃吃或者是享受一下 或者是等朋友在香港過來 我等他我接他回家 這些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的話這個港幢口岸天地 我過到來我就會覺得 其實它不是說太過於大規模的現在 但是也補救了我們這個港幢大橋關口 它沒有一些餐飲 或者是小餐飲 或者是沒有停腳的一些位置 因為我們見到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過來這個關口等人 我們可能想坐一下的地方 其實之前都少的 但是現在不同了 我們可以喝杯啡 或者喝杯奶茶 或者找一間店鋪 坐一下 站著一邊坐一邊等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其實它就會比較好一點 方便我們一些香港朋友 或者方便我們一些視網朋友 都是這樣的 OK 大家覺得這個港幢口岸天地 我覺得其實它都是不錯的 大家如果有自己的看法 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區留言 OK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